台南市警一分局后,甲派出所警员马中红,林志峰巡逻行经自由路三段知名连锁超伤,千巡逻相识无意间瞄到一女子神情慌张,且刻意转头要离开,马,林两人眼间觉得她很眼熟,上前盘查果然是犯假侠内,自助洗衣店是妾案周性女刑犯,还是列管有案的毒品治安人口,她坦诚偷窃,吸毒。 警方询问后遗送法办,远景询问是周女坦承西十一级毒品海洛英,并在警方提出监视画面等相关证据后,承认曾在洗衣店偷走别人的衣服,也骑走别人的机车,原以为逃一块三个月都没事,没想到才到超商一趟就遇到远景千巡逻乡。 后甲派出所表示,台南市妇农接一段自助洗衣店日前报案客人清洗的衣服遭窃案,远景前往调查相关机证,锁定辖内毒品治安人口周女,因她今年十月份遭台南地院发布毒品通气,还涉嫌在小东路423巷偷走机车, 已被警方列为加强查气对象,虽周女四处逃逆,却在超商撞见巡逻远景,只能说法网挥挥,周女在自助洗衣店偷走别人的衣服,图翻射画面,分享。